远警骑上警车 警追着前方这名红衣男子 不过男子听到警笛声 没有停下 反倒跳下车 让机车往前撞上别人的轿车 男子不管不顾 就这样徒步逃跑 警方以车追人 绕了好几个转角 找到红衣男子 不过他又折返跑 跑给警察追 男子跑了好几公尺 但再怎么跑也跑不赢机车 最后在马路边被警方抓住 当时这名红衣男子 骑机车行驶在台中市 大理区行人路一段 男子不明原因遭到警方盘查 但他却不配合 先是骑车逃跑 接着又汽车逃逸 警方表示这名男子是越南籍 一年多前已观光签证名义 来台后便滞留在台湾 事后已将这名越南籍男子 送往移民署专行队收容 东西文在台中报导